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王宏偉等人來到台北地檢署 按鈴控告 因為不滿足科管理局在研究報告 被新竹市前市長林志堅抄襲後 遲遲沒有進一步作為 安吟認為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 捲入論文抄襲爭議 資策後要對高鴻安提告侵權 反觀足科管理局在林志堅被判定論文抄襲 撤銷碩士學位後 九月底只說會依法辦理 卻沒有像資策貨一樣 迅速對林志堅採取法律途徑 但大動作提告也引來質疑 會不會反而幫到高鴻安 不利國民黨新竹市母雞林庚仁的選情 強調國家制度更重要 隨著藍營提出告訴 也讓林志堅的論文抄襲案 恐怕還要一段時間才能真正落幕